女主角 大家應該都跟我一樣在青少年時期 都有對美這個東西產生一些不切實際的迷思 那我自己個人呢 就在小時候受到影響最深的地方 就是我自己看的各式各樣的面影 就是我小時候喜歡看一些run com 或是trick flick那種的 然後我就看裡面的女主角 就很想要模仿她們 然後我覺得裡面有一些就是 一些關於美的瞬間是我至今都還是有被影響到的 所以今天呢 我就想說 我可以來一邊準備化妝出門 一邊跟大家分享我小時候看電影 然後我覺得個人非常驚豔的美瞬間 就小時候我對於美的感覺是 嗯 一定要符合自己喜歡的偶像 就一定要長得像洗洗洗啊 然後腿一定要多洗多洗啊 要要多收多收 那樣子才是漂亮 那長大之後呢 就是對於美 好像又有比較 昇華的詮釋 長大之後覺得美應該是那種 給人閃閃發光的感覺 總是閃閃發光的感覺 那種感覺就是由內額外散發出來 就是除了自信之外啦 自信是其中一個 我覺得一個人的精緻度 就是他有沒有在一些身上的小地方下功夫 就是會蠻影響到這整個人散發出來的質感還有亮度的 那其實就是日文裡面很常講到的就是清潔感 從這個按摩階段開始 是因為我最近發現就是幫我化妝 我化妝師在開始上妝之前都會先按摩 然後他們說按摩可以讓就是臉比較小之類的 這可以講到第一部電影 第一部電影是麻雀變鳳凰裡面 就是女主角泡澡那一段 我記得他那點裡面好像是去男主角的飯店 還是在男主角的家裡 然後就在泡那個泡泡浴 然後就一邊泡澡然後一邊聽隨身聽 然後就是唱歌很開心那樣 然後我小時候看到那一幕就覺得非常震撼 怎麼會有人可以一邊聽音樂一邊洗澡 從小到大就很嚮往可以這樣子一邊泡泡泡浴 一邊做自己喜歡的事情這樣子 可是我從小到大就都沒有住過那種 真的浴缸很舒服的房子 就包括我現在住的地方也是沒有浴缸的 就是像在Friends裡面啊 就是Monica不是和Chamler也很喜歡泡泡浴嗎 我為什麼會把泡泡浴列進來呢 因為我覺得泡泡浴它這個東西 不是說你真的泡了就變漂亮啊 但它是一個儀式感吧 不是你就做了一件你很喜歡 然後可以讓你很放鬆的事情 之後你心情就會好嗎 然後你心情好之後呢就會變漂亮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這樣的感覺 就是你有沒有很舒服的待在你的身體裡 如果你是自在的你是放鬆的 然後你一個人的感覺應該就是會非常有自信的 我覺得泡澡啊或是按摩 就是都是類似的道理喔 在今天影片繼續之前呢 要先來介紹本集的贊助商品 黑人全亮白蜜泡小蘇打牙膏 其實我以前呢是一個對於肉齒下 比較沒有安全感的人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喝深色的飲料嘛 像咖啡啊紅酒啊 然後有一陣子呢我的牙齒就是還蠻黃的 然後就是試了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來試圖讓自己的牙齒變白 那為了要拯救我的牙齒呢 我也是有試過一些就是各式各樣的美白產品 像是那種居家用的美白牙齒貼片 我也是有用過的 那那種貼片呢 雖然效果還不錯 就真的牙齒會變白喔 但是也非常非常傷牙齒 就是我印象中有一次就是我貼到了牙癮 然後那個整個那個痠痛感很可怕 讓我整個跳起來那一種 然後那個化學性的東西比較侵略性 所以就是比較不推薦就是太常使用 像那樣子比較就是極端的美白產品 那最近開始使用這個黑人的小蘇打牙膏 然後我覺得使用起來的感覺非常不錯 他就是感覺很溫和之外呢 他的泡泡是超級綿密的那一種 就是搭配這一支他們這次推出的蜜泡刷 加上小蘇打牙膏 泡泡整個超級綿密的 很像那種奶油的質地 那以前我用我家裡的一般的牙膏 就是我很常會刷不開 我不知道大家都不會這樣 就是我刷牙明明就覺得已經刷夠久了 然後吐掉之後發現 居然還有一種就是結塊的牙膏 就是還有被我吐出來 就是很難刷它這樣 那這款是完全不會的 那這一次推出蜜泡刷 就是主打0.01毫米纖細軟毛 可以輕柔的按摩你的牙齦 起泡時綿密的泡泡就像是在幫你的牙齒做泡泡浴 而且清涼不嗆口 有些人可能喜歡那種超級辣的牙膏 那我就比較不愛 那這次的兩個口味呢 一個是蘆蕙小清新 一個是冷鴨椰子油 就是都是非常清爽的味道 那我自己是喜歡冷鴨椰子油啦 我覺得刷起來有種特別高級的感覺 那其實蘆蕙口味也是還蠻不錯的 就是很清爽 那這兩款都很適合不喜歡辣口牙膏的人 刷完牙之後呢也可以搭配全亮白的極致樹河水 不只幫助清潔細節更可以協助你隔離色藩的附著喔 至於大家最在意的亮白效果到底如何呢 我這也是還蠻滿意的 就牙齒這種亮起來的感覺 那以前用牙齒美白貼片 雖然就是比較瀝乾淨 但是我覺得它用久之後牙齒會有點變透明 就有一點可怕 而且牙齒會變敏感 小蘇打成分天然還有高密度的亮白分子配方 幫助牙齒溫和拋光 用起來就比較安心 那養成吃完深色的食物就是刷牙的好習慣呢 真的就不用再擔心牙齒會被染色的問題了 另外呢我也用髮膀片做實驗 就是把小蘇打牙膏刷過的版本 還有一般牙膏刷過的版本 泡進這個紅茶裡面然後再拿出來 發現呢小蘇打牙膏刷過的這個呢 真的比較不容易染色 就非常的神奇 這其實就跟我自己有時候會用牙膏去刷杯子裡面插購 是一樣的道理 我覺得真的還蠻有效的可以去插購 黑人全亮白蜜泡小蘇打牙膏 目前在某某上面就買得到囉 大家請快點小某某購網購買 購買連結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喔 我發了我比較久的人應該都可以知道 我是個超級無敵重視膚質的人 就是我很在意自己的膚狂這樣子 小時候看魔界然後就是精靈 只要一出現他們的那個皮膚都是超級大柔膠 然後小時候看都覺得很想要那樣很漂亮的膚質 你知道就是裡面 利福泰勒啊 然後凱特布蘭奇 只要一出來 甚至是那個 Ollando Bloom 它只要一出來就整個是超級大柔膠 然後臉看超白超霧 然後我就好想要那樣子的皮膚 小時候就不要講了啦 長大之後真的有能力去負擔一些保養品啊 負擔一些就是醫美保養之後呢 是真的花了蠻多功夫在保養我的臉的 對就是因為我真的很在意膚質 比起你五官長怎樣或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膚質 反而就是 是最容易給人家好的第一印象的 就是你的臉看起來很很健康嘛 就是亮亮的很健康 然後其實皮膚也是我蠻常被問的問題喔 我之前有說過我在打皮苗 那打皮苗主要是否兩邊的顴骨斑啦 然後 之前打了一陣子之後呢 斑真的比較少一點了 然後 皮苗打完之後也是會皮膚真的變得特別好 但是我已經很久沒有打皮苗了 應該有半年沒有打了吧 再來就是保濕嘛 我非常非常的注重保濕 因為我皮膚是就是超級乾的膚質 就不是混合肌是超級乾 然後我就是習慣精華完之後 還要再上一點就是這種護膚油 然後我之前有一陣子啊 其實是很常長下巴痘的 就是內分泌失調痘 然後那次你身體很不好 然後就很常長一些你知道 卵巢上面有水流那種的 就是因為內分泌失調隱起的 我去年去健健 然後健健結果出來之後 醫生就說你的男性荷爾蒙太傷 然後女性荷爾蒙也太傷 你就是個不男不女的人 然後我就吃像是大豆精華 然後蔓越莓 然後魚有B群 然後文生素低 有在做體內的保養 然後又有在運動 然後又有打皮苗 然後又很注重保養 所以就是皮膚有養在一個 一直以來都維持在一個還不錯的狀態 這個樣子 以免有人需要 我還是要呼籲一下 鏡頭前的青少年們 就是那個精靈裡面的 那個超級霧的那個濾鏡 那個是 不是真的 大家不要 真的想要去追求那樣的膚質喔 包括你們在那個社群上面看到的網紅 那個全都是濾鏡開成很大的樣子 他們現在生活中不長那樣 就像我現在素顏長這樣一樣 那我 黑眼圈有點深 我的黑眼圈是因為過敏引起的 就不是因為沒睡飽 大家常常問我是不是沒睡飽 沒有我是因為過敏的關係 我剛剛有講到整潔感 然後我覺得整潔感就是 不要在任何地方給人這種亂的感覺 像是頭髮啊眉毛 然後講到眉毛呢 我就想到就是小時候看 麻雀變公主 大家一定都看過這部電影就是 安海瑟薇嘛 然後裡面就有一幕非常非常經典的 Makeover 小時候超級愛看這種Makeover的 然後在裡面啊 安海瑟薇就是被改造 然後那個設計師造型師一看到他 就覺得他的眉毛和他的頭髮是一場災難 對 他頭髮就是毛毛的嘛 然後他的眉毛也非常非常雜 就沒有修過這樣 並不是說眉毛粗不好 但是我覺得眉毛如果是亂的話 給人的感覺好像就是整體感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就我曾經也是不是那麼注重眉毛的人 我以前國中就是剛開始學化妝的時候 對我國中開始化妝了 國中學化妝的時候 國中學化妝的時候 我以前就是一個眼線派的人 就是我很喜歡幫眼線化超級粗超級濃 然後就是往上勾超級翹那種 然後我就是會一個眼妝很濃 然後眉毛完全不化之還出門 我以前會這樣子 然後是一直到真的比較會化妝 就是高中大學之後吧 才第一次注意到眉毛的重要性 髮質也是一個我超級重視的一個重點 我前陣子不是有染頭髮嗎 然後我染頭髮那陣子 頭髮的光澤度就是明顯沒有像以前那麼好 然後我是一個完全無法容忍自己頭髮沒有光澤的一個人 然後我也很討厭頭髮摸起來粗粗的感覺 所以我就把它再染成回來了 我覺得頭髮真的是會影響一個人蠻多的 就是毛毛的翹翹的亂亂的 真的就是會看起來比較沒有精神 我自己有一個習慣就是我不會每天洗頭 我曾經是一個會每天洗頭的人 然後後來就發現其實每天洗頭好像有點傷頭髮 尤其我的頭髮是蠻乾的那一種 所以我就養成就是隔一天才洗一次頭這樣子 換成這樣方式的時候髮質有好很多 然後另外就是我不用潤髮乳 就是潤髮乳其實沒有什麼保養效果 它除了防打結之外它沒有什麼保養效果 然後其實用久了對你的頭皮也不是特別的好 所以我是完全不用潤髮乳的 我如果真的覺得髮尾很乾的時候 我會用那個免沖洗的護髮油 或是護髮乳那種的 因為我沒有什麼眉毛 就是我的眉毛還蠻稀疏的 就是我現在這樣的話大家眼睛看出來 就是我眉毛很稀疏 然後尤其拍照什麼之類的 光一照下來我的眉毛就會不見 還蠻依賴畫眉毛的 眉毛的部分完成 擦蠻多的吧 眉毛畫上去之後整個人就看起來擦很多 就不是素顏的感覺了 我眼影平常下蠻重的 雖然大家都看不太出來 因為我本身的眼皮就是這邊色素沉澱很嚴重 所以我的眼影要下蠻重的 才有辦法蓋住我本身眼皮的顏色 就是我這邊的色素沉澱很嚴重到 然後大家會以為這是我畫出來的眼影 但不是就是 就是天生的 然後我自己覺得沒有很好看 但是大家好像一直都以為那是我的妝容 所以沒有被發現過 我平常就是習慣上跟下都畫 畫蠻重的眼影 然後一點深色的會勾在眼尾的地方 我覺得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個眼妝啟蒙導師 其實是冰淇布 就是冰淇布他的眼妝就像 像Yamawa那樣子 然後我以前就很嚮往那樣子的眼妝 然後後來發現原來要完成那樣子幾乎是完美的眼妝 是需要非常非常多勾布的 但我知道日本女生確實有可能會一天花個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化妝在出門這樣 我大學的時候有一個室友 然後是一個日文系上 我們日文系上的學姐 然後那個學姐是日本人 他每天早上真的都是花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 去準備出門 然後他的妝就其實看起來很淡 但是感覺出來非常非常的精緻 所以我就覺得有些人真的是 願意為了追求精緻度 花那麼多時間的 然後眼妝的另外一個很經典的人物 當然就是奧戴利赫本 小時候看蒂凡內早餐 真的是超級震撼的耶 就是被那個賀本的顏值震撼到 他在電影裡面就是隨時都帶著一個無戲可及的妝容 就是連剛睡醒 都是一個超級完美的 像洋娃娃一樣的妝容 小時候真的不懂耶 小時候真的以為女明星就是那麼漂亮 就是不知道就是完美的妝髮幫他們畫出來的 我後來知道賀本的那個妝容 其實要下超級多功夫的 就是好像是化妝師要特別用好像是針還是什麼 就是小小針之類的 或者是固定的夾子 把他的睫毛一根一根一根的分開 對我就非常非常的亞裔原來那樣子的妝容 就是他那個像小鹿一樣的妝容 就是這麼的高剛這樣 基本上在早餐裡面 當然也是有非常非常多讓人印象深刻的精緻時刻 我印象很深就是賀本他在畫眼妝 然後他在刷他的睫毛的時候 真的反覆刷超級多次的 然後就是上下睫毛都一直狂刷 然後我真的以前就以為就是要像那樣刷 就可以刷出賀本的感覺 事實上不是 我印象中還有就是賀本他在出門的時候啊 然後他在他的信箱裡面 就是固定放了香水口紅和鏡子 然後他每天出門前就是會double check 在那個大門口double check 他的妝容是不是很完美 然後再補一點口紅 然後再噴下香水他才會出門 我覺得哇 也太太愛美了吧這個角色 我自己還是主張不要在外貌上面花太多時間拍 就是我覺得有其他更多方式可以讓整個人看起來漂亮 不一定要花超級多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像是膚質就是日常養成好習慣嘛 然後頭髮只要你不染不燙 通常都可以維持在一個非常好的髮質 然後一個月去護髮一次就可以了 我前面有講到就是一個人神神發光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就是光澤感很重要 就是皮膚要有光澤 頭髮要有光澤之外 就是一些手指啊 腳趾有光澤也是蠻重要的 然後講到腳有光澤了 其實腳其實是我一直有點自卑的部位 就是腳不是我覺得我身上最好看的地方啦 真的這樣說 然後我小時候就是看穿怕膽惡魔 裡面不是有很多超級高級的那個時尚服裝嗎 但是那個服裝並不是讓我感到最驚豔的部分 我感到最驚豔的部分是有一幕 就是小安 她去巴黎 然後她在巴黎 不是和那個作家一夜情嗎 她隔天醒來就有一幕 就是從她的腳這樣戴上來 然後我就看到暗海色味的腳超級漂亮 就是超級白嫩 然後紙圓亮亮的 從此我就超級像毛游泳那樣子的腳 指緣啊 腳趾啊 或者是一些關節的部位 膝蓋啊 或是肩膀 就是在穿一些露肩禮服的時候有光澤 我覺得都還蠻加分的 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以下是講幹話時間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只要覺得開心 你只要覺得是舒服自在有自信的 你都會看起來很閃亮 OK 就是沒有一定要像迪士尼公主那樣閃亮亮啦 但是講到迪士尼公主我就成了一個角色 我印象很深 就是Cinderella 灰姑娘 灰姑娘有一幕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她是綁著頭髮睡覺的 而且她是用斷帶綁頭髮 然後我覺得好可愛喔 就是算信送中用斷帶綁頭髮 有一點點不太可能 就是斷帶怎麼可能綁著 然後睡覺起來還沒有掉 但是我就覺得會綁頭髮睡覺的女生 好可愛喔 就是你看灰姑娘 她的日子過得這麼辛苦 但是她還是很在意她的髮質耶 然後這個綁著的功用是什麼呢 是不是就是可以減少摩擦 讓頭髮比較不容易亂之外 就是還很可愛 就我小時候會試著就是綁辮子睡覺 然後隔天起來就會變得捲髮那樣子 應該蠻多女生都試過這個 講到頭髮可以進入最後一個 就是獨領風騷裡面的share 然後她在裡面就是換很多衣服嗎 就在看她的換衣袖 但她其中有一幕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呢 她是逆著梳頭 就是她的頭髮這樣翻過來這樣梳頭的 然後就這樣 撥起來的時候看起來就是 Fabulous 很漂亮 然後我就試著跟她一樣的梳頭方式 小時候就看都是想學嘛 就是跟她一樣梳頭方式 但是我整個人就像起來的時候 像個小獅子一樣 對我覺得我頭髮太粗太硬又太多了 就不太適合那樣子的梳頭方式 所以這就是一個反面的案例 不見得所有人的美容Tips都是適合你的 我今天嘴巴有點裂開 所以這邊有點紅紅的 對但是沒辦法 我不能不畫嘴唇 這嘴巴超級容易乾的 真的是喝很毒水 然後一整天都在塗護唇膏還是一樣乾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今年 我真的待在冷氣房裡面太久了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 對於這些小時候影響我很深的 精緻女孩瞬間的一個分享的 不曉得大家怎麼想 或者是你心中有沒有什麼其他 你覺得就超級精緻的瞬間 那我們有講到的 你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我要準備出門啦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